我不知道太后说什么 反正我没有挑拨 我是皇帝 皇帝 你是个什么皇帝 我不是小孩了 我要像我爹 我太爷爷一样 做一个有军功的皇帝 你太爷爷 你太爷爷残暴 但明断是非 你爷爷庸弱 但是他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爹贪玩 但是勇武仁慈 你呢 两边说话到处作喜 跟我还隔着心思 没了你 大明就没有皇帝了 你觉得我把你爹托付 给我的江山交到你手里 我就放心了吗 你真的没有了 有了 你不敢 你不敢 我 你不敢 我 你不敢 你不敢 我 你不敢 你帮我去说说吧 和他说说 他还不听话了 你说话呀 难就可怜可怜我 这么多年 我的心事都快要熬干了 你都是乐得逍遥自在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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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 皇上来了几次 您都还睡着 太后口谕 快说 太后说 皇上要御驾亲征也无不可 肉就不用割了 和内阁大臣一起商议 或许有个万全之策 御驾亲征去喽 今日 恭送大明天子正统皇帝亲征 愿天帝幼父 祖宗有灵 山河无恙 万民不惊 万民不惊 驾 恭送皇上出征 走 九月十九 十四所宝船入天津位 薄乾司航队向导 太后一直在寻找的徐滨 已随航队上岸 是许兵吗 回太后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早已经进京 到了贤良寺了 但还没有提签 他一到晚上召见 你现在就去贤良寺看一下 是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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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呢 跟皇上说赶紧走 此地不宜久留 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你个不难不拟的 玩意儿跟我滚 我就跟皇上说 你再说一次 行军该到 回去并不要砍我的头 违背圣旨 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这附近没有接应 军队又集结不起来 也先欺别一道 那就是大祸 我呸 你是饭桶吗 五十万大军是饭桶吗 几个瓦剌兵 一人一口脱脱 就能吐死他 王公公 谁啊 樊将军 皇上没时间 他 他和十几名前军大将 跪在院子里面